西汉时代 汉埃帝建平四年夏天 来自各个郡的百姓 在汉朝首都长安城的大街小巷 千墨田野里聚会 这些人设置薄熙用具 在歌在舞 祭祀西王母 又有人传播文书说 西王母通知百姓 佩戴这个文书的人 就可以不死 如果不相信我的话 去看城门的转轴下面 应该有白头发作为证据 到那年秋天 这些聚集的人才散去 西汉时代 汉埃帝建平年间 豫章俊有一个男人变成了女人 嫁给人家做妻子 还生了个孩子 长安人陈凤说 扬辩成因是即将灭亡 没有子孙后代 两个男人自行来生育的象征 他又说 这人嫁给人家做妻子 还生了个孩子 意味着后面还有一代人 才会绝后 他认为 这就预示了后来汉埃帝早亡 而且没有子嗣 直而汉平帝继位以后 又早亡且没有子嗣 后亡亡篡位 汉朝灭亡之势 西汉时代 汉平帝原始元年农历二月 朔方郡广书县 有一个叫赵春的女人生病去世了 她已经被入殓装进了棺材里 停尸七天以后 居然复活了 起身离开 走到了棺材外面 她对别人说 见到了她丈夫死去的父亲 这位公公对她说 今年你才二十七岁 你不应该现在就死 朔方太守谭某把这事报告给了朝廷 有人解释说 极致的阴转变为阳 地位低微的人变成地位高贵的人 就会有人死去又复活的怪事发生 过后不久 就发生了王莽篡夺皇位的事